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另外一個題目,其實這個題目很幾年前 我們都有機會在電台上講過一下 最近坊間也有不少電台,都開始重新提及這本書 這本書如果大家未聽過,是叫做《阿米星星的小孩》 其實這本書不只有一本,有三本的 《阿米星星的小孩》是第一本 跟著的持續留另外兩本書,就叫做《阿米宇宙之心》和《愛的文明》 那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說一下這本書呢? 其實我們過去的電台上講過這麼多的課題 似乎外星人都有很多人好像最感興趣的題目 我們都經常說,其實我們外星人存不存在 跟我們的地球人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外星人對地球人會有什麼幫助呢? 大家都知道地球可能很多難,很多災難 所以這本書是出了沒多久 是被翻譯成11個不同的議員 其實可以說是全球燒成250萬冊的 這個是幾年前的數據 我相信可能現在已經不止了 很高興今晚我們有兩位嘉賓 除了李永康,我們的常務主持之外 Joanne Learn和Carson Soul 其實大家都認識的了 因為我們過去Joanne和Carson 都經常在這個節目 都來跟我們分享不同的資料 Joanne是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畢業 跟著是英國利物浦大學 就拿了一個偵測心理學的碩士 他現在繼續供讀過臨床心理學的博士 Joanne的興趣是研究所謂犯罪心理學 以及正向心理學各方面的研究 當然我相信在今晚會跟我們說 都是在這本書他得到的心得 以及在太空外星人的心理學裡面 我們會有什麼看法 Carson是一向這麼多年來 都是很充於研究 超自然的研究的人 李永康和我都是一個很務實的方法 看看有什麼東西 我們在這本書裡面的訊息 可以得到一些資訊 可以幫助我們香港人 令到香港人更加好的 好了 這本書有三冊 很多年前我們已經有機會先看到 大家看了之後 相信在不同的背景之下 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或者可不可以先問一問大家 你看到這本書之後 你得到訊息最主要在哪一方面 或者先由Joanne開始 好嗎 大家好 我是Joanne 我看這本書那陣時的感覺 就是好像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我的感覺裡面寫的東西很真 還有它裡面有很多很深入的教導 我覺得如果一些人可以運用到 實際地 落實地實行到的話 那是很有幫助的 對香港也好 對世界也好 很有幫助 有很多位在一些故事上 有很多位都會有些感動的感覺 好像在看一本故事書會哭的感覺 會有很深入的 那個觸碰到裡面內心很深入的地方 我看的時候的感覺是這樣的 我也很有同感的 我很記得在我一看的時候 很多裡面的資訊 我會用我自己的腦去分析 跟一些我一向看的外星訊息 所有的東西其實很吻合 但是有很多很好的就是 它用一種很簡單 用一種很帶起讀者的童心 寫了很多一些簡單的教導 原本這些可能靈性上的東西 我們可能會覺得 好過深入 或者很深奧 很深奧 很不明白的 但是這本書用了一些很簡單的詞語 可能把一些靈性的詞匯 很簡單地用一些 變成一個童話式 或者一些小朋友式 告訴別人 看的時候有些很深的感受 可能很多時候 裡面的外星人 阿米跟男主角 在說一些地球人的思維的時候 在說男主角的時候 有一種感覺就是 好像阿米也是在說我 很多東西都照鏡 我都有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好 還有因為在很多以前的外星的訊息 比如Billy Meyer那些很厲害的 始終因為太多訊息 是給一些可能不知道什麼機構的人 可能他改動了一些資料 但是這一本 是完完整整的一本書出來 裡面的東西沒有改動過 是很吻合出面 其他不同的外星訊息 尤其是第二本 有些位置是我看到 我曾經試過看到 流眼淚的 這本書是 對於我來說 其實都其中一本很重要的書 有很少書 是令到我會流眼淚 如果你看回那本書的 那個規格 它是當作一種 recreation 一種娛樂的娛樂書 這樣看的 是的 它的故事是 以一個地球的小孩子 每年跟祖母 是會去一個海灘的度假 在那裡 他就是遇上了 一位外星的人 他叫做阿米 看他的外表看 好像八歲的小孩子 而當時 他叫他自己做比特羅 他在度假的時候 接觸外星人 而這外星人 是帶他入飛船 帶他遊覽地球 以及宇宙 從而中 好像地球人 會問 遠遠地遇到外星人 你都會問很多 所以一個童話故事的方式 是聚述 整個外星人 能夠給到地球人的信息 和智慧 所以這本書 其實是很好看的 用的字眼 手法 都是一個很簡單的 對話式的 好像童話故事 聚述出來 難怪不得 成二百五十萬 我相信 大家有興趣 這幾本書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得到 好了 始終 其實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感覺到 有些書裏面所說的訊息 其實有哪些方面 你覺得是 令你很感觸的呢? 先交給Joanne說 因為我最感觸的是 但是我本是第二本的 OK 第二本叫做宇宙之星 第一本叫星星的小孩 宇宙之心 第一本叫星星的小孩 好了 你看回 他那個書面所說的 那他 星星的小孩 就說是 愛 愛就是我們的心裡 我們本身就是愛 生命本身是一種真實的童話故事 是上天刺激我們的美麗的禮物 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 整本書的最後的訊息 都是關於愛 是 那 我知道 醫生你都兩三年前看了 是不是? 都幾年前 有什麼特別你記得呢? 其實這個我先插一下 好 講回歷史這本書 好 其實這本書我什麼時候看呢? 就是大概三年前 我是第一次去這個 UFOCup 即是 的聚會 十周年的一個 event 是的 當時我看到 醫生上台 我就很奇怪了 為什麼袁醫生會上台 講什麼呢? 講關於外星人 我又不知道 他一向有這個背景 是的 原來袁醫生就介紹這本書 OK 所以隱身到 我後來是找一些書來看的 嗯 所以說 其實可以說這些 一代傳一代的 然後又傳來我 你再遲一點 是的 我不知道 某一次上 兩年 兩年前 跟Custin聊天 不知道有關於外星的東西 然後他就叫我看 阿米好看 你看阿米 然後就看 很喜歡 是的 所以現在可以說 那你先 醫生 你最記得是什麼 或者你最喜歡這個部分 最深刻的 是什麼 整個故事 以一個 童話聚述 所以我對白得好 也很搞笑 當然 其中 我剛才提及 如果你遇到外星人 其實你會問很多很多事情 其中一件事 你會問 即是說 既然我們地球有這麼多問題 很多人都知道 外星人 其中一個 他們來地球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人類最近的武器的發展 令到外星人覺得 要看實我們 其實外星人接觸地球的資訊 我相信是在古代的歷史文明 都可以看到的 有一本書叫 《Charius of the God》 其實都可以看到 其實外星人一向都來過 但為什麼會突然間來得這麼多 這麼密 原因是 當我們地球人 開始炸核子彈的時候 外星人就覺得 要小心 因為這個武器 會影響外星其他 其他外星的文化 會影響他們 所以他們會看實我們 所以 通常一般人都會問 既然這樣 好像你有神的力量 超人的力量 你知道我們地球人 走錯路 你很快很快 你可以更改我們 那你就大批 在我們面前出現一下 那你告訴你 你們這些落後的人類的發展 你看我們 我已經是一個這麼先進的文明 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問題 我不用你這麼辛苦 不用再走錯了 我直接幫你加速 叫你不要再走錯路 比特羅當時很明顯 會問這些問題 但當時 阿米 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他說 很簡單 你看看地球人 所形容外星人 媒介的資料 第一 如果我們這樣出現 很大機會 他會當作敵人 是吧 他可能會攻打他 到時候 那會怎樣呢 當然你們地球的武器 對他來說 是沒有什麼作用 發揮不了作用 但他會得到這些反應 第二 一般人 在現在的意識層面 如果你遇到這些 超地球人的外星文化出現 很多人會很害怕 會不知所措 當然我們地球的 所謂現有的建制 文化 和宗教方面 會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他看到 其實我就這樣出現 其實我們可以預期得到 反應 是不會很善良的 反應 但他最重要 最重要 他就說 其實 你小孩學習的時候 如果小孩慢慢地 一步步學習 你的大人 會不會做功課 做不行 你幫他 我幫你做 你不會這樣做 香港的家長 幫他做 他幫他做 很難做 我跟我說過 很多項目做 很多功課 很明顯是家長做的 入學時 不是考個學生 是考個弟弟 是考個家長 很多東西 對 為什麼一個小孩 其實不可能做到 是家長幫忙做 他幫忙做 他幫忙做 這方面 我發現 他的小孩現在做得 比你快很多 他突然上手 好了 其實最重要 最重要 我們學習是要自己去學的 我們人類的所謂進化 是不可以取巧的 因為這麼多千年來 這麼多萬年 過去歷史上的 所謂星球的文化 都是出現過我們 好像地球那樣的文明 最終是導致自我毀滅的 很明顯 地球將來發展到什麼地步 會不會有 好像以前有其他星球毀滅了呢 要看我們自己的取向 我們怎樣去發展 所以這個 他答得是 很有智慧的答案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合理的 有時候我會說 我們信神 我記得很多人這樣說 如果神你真是循存在 你要我們信你 很簡單 你把我的手 在我面前生給我便可以了 你用不著做那麼多東西 很容易 你做到這個神職 我們便會信你了 現在看到 人類的進化是要靠自己的 是自己的努力的 是不可以有一個外來的力量 是突然間幫你做出來的 OK 他裡面也有說 譬如說 當一些人 如果一大規模 看到一些外星人 加上我們的意識狀態 我們看到外星人 只會覺得 老闆槍射他 我記得有在那裡 攻佔我們 如果一些外星人 叫你不要再搞核子武器 你們撕毀武器 將你們的大量精力 用來做一些有建設的事 我們地球人的政府會怎麼想呢 就會覺得 這些外星人 叫我們放下武器 放下完武器之後 我們就讓你做什麼都可以了 在我們這樣的狀態 對一個外星人 所有的文明 那麼恐懼的時候 大規模的出現 其實對我們 一點好處都沒有 他就說 如果我們地球人 如果一見到 了解了 一些外星人的一些經濟 科技 或者他們的制度 我們會以他們 作為榜樣 但是 如果以我們的 的想法 都還沒有這麼進化的時候 我們走一些 高文明的制度 這些對我們來說 是反而大的災害 我給你一個例子 例如 如果我們現在的經濟制度 是用貨幣來維持 如果我們是不需要貨幣的 即是我們所有東西都是 一指的鼻子 就馬上出來 即是我們有無限的能源 有無限的物質 嗯 但是你以為你的生活 你頂不得住 你是捱不到的 因為你會很空虛 嗯 那麼它裡面 即是有一個 部分都有講到的 講到一些 如果已經升級了的文明 他們對於這種看法 他們就已經是 可以說是 strip了這個問題 他們不覺得一個 很長久的一個生活 或者一些這樣的制度 會令到他們空虛 因為他們說到 愛 每一刻的時候 都感覺到大愛 是 當你的工作 不是變成為了 為了 賺食 戶口 維生 而是 當作一個工作 是一個貢獻 已經完全不同了 Service 他有講服務 這件事 簡直說 不是Service 而是Achievement 例如你做這麼簡單 例如 看到門口有一塊紙團 你撿了去 打到垃圾桶裡 其實這個是 沒有人會給你錢 但是你覺得 你是做了些事情 這是在阿米裡面講的 Service 是從愛來的一個動作 是的 即是我們的思維 開始跳出 我們不是 只是看自己 你轉一轉 另外一件事 已經完全 我們文明 完全不同了 是的 其實阿米這本書 也帶了一個訊息 就是說 我們其實處於一個 很重要的時刻 是我們 你升還是不升呢 走勵進化 我們 我們就開始 向這個方向走 我講講 有一個 反正你在說 Service Love 那些東西 阿米就帶了 比特羅 去到一個星球 一個進化了星球 叫奧菲爾星 他上面 很有趣 那個星球裡面 因為我犯罪心理學背景 我對那些罪 就很 很intual 一看到 比特羅問過 阿米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這裡 沒有警察 其實 原來 這個進化了星球 是沒有需要 警察 沒有特定的法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是由一個 宇宙法則 去運轉 這個宇宙法則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 大家看著 這個 這個就是 跟阿米的徽章一樣的 愛心 愛心 代表什麼呢 就是心 有對 易在上面 阿米就說 這個徽章 其實是代表 團結一致相親相愛的精神 高尚自由的愛 以及超越國界的愛 其實 在第一本書裡面 有很多teaching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 什麼是宇宙法則 什麼都逃不到這個法則 就是愛 嗯 嗯 嗯 但是給我的感覺最大的 就是 他說 假如 你不小心違背了這個法則 沒有人會特意去罰你 你又不用坐牢 嗯 但是假如你犯錯 你會很辛苦 你會自己懲罰自己 嗯 那麼 津花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跟愛心的靠近 給你一個例子 譬如說 我和我家人吃飯 然後呢 有一時的意氣用事 吵架 那麼 沒有人會罰我 沒有人會抓我去打 抓我去罵 那麼大個人現在 但是呢 之後回到自己家的時候 會怎樣呢 就自己在罰自己 就有些不開心的感覺 或者 因為之前那個案子 之前那個舉動 不是有愛心出發 那就會有一個 嗯 罰自己 內疚 又或者有其他的感覺出來 就自己懲罰自己 這樣 嗯 那麼這個就是 如果違背了的時候 會怎樣 其實你講到這個位置 我想 我又想 其實在越高等的文明的社會 或者不同的星球 他們真的在講 他們的法律是越來越少 嗯 譬如我們以現在的地球的角度去看 其實我們是 越差的話 我們才會越多法例 因為呢 就是 你需要更加多東西去管束著 大家去做的事 是的 而阿米又講過 這個system 是outdate的了 已經是過時的了 是的 現在是需要一個新的system 一個新的制度 去focus 焦點集中在人家的well being 就不是去控制 不是去管制那些人 那 那 奧菲爾斯星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是行oneness的 就是 大家呢 都是 好像一體 嗯嗯嗯 大家是connect的 所以呢 彼得罗也問 地球小朋友在我問 咦 這裡有幾多個國家 跟著又說 沒有的 沒有國家 嗯 整個星球就是一個 一起的了 他們 那有沒有總統 沒有的 自己搞定的 我們都覺得 有沒有監獄 有沒有 有沒有法律 沒有的 這些全部都沒有的 這樣 是啊 是啊 我也覺得越高級的社會 越需要沒有法律 因為每個人都自己知道 我做哪一樣是對 哪一樣是不對 哪一樣是對整個社會是有益 我做哪些可能是自私 會默塞其他人的時候 那根本不需要有法律 那我現在有法律最大的問題 就是可能會益了一些律師 或者益了一些不同的人 在那轉法律 只要我不犯法 我沒有做錯 那就是對 嗯 反而這些會引申到很大的問題 所以 我覺得整個的旅程 在奧菲爾星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 很有 很值得去 更加深究 因為 它裡面在說的那些東西 我們去深層的想 不是一些覺得 那麼 憑空想像出來的 是我們如果應該是越進化的社會 我們走的那套制度也是這樣的 是啊 而且在奧菲爾星 他們是行sharing 就是分享的 就是所有東西 就是阿彌德羅在說 拍一架太空船 如果我想拿另外一架太空船來用 可以嗎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這些是公家的東西 就像我們公園那些椅子 每個人都可以用 我也很記得阿彌德羅問了一句 他說 如果我是喜歡這架 我是喜歡那一架 那怎麼辦 我不喜歡第二架 我可不可以保持 阿彌德羅問他 非常好 很棒 你保持多少人 你有多少人不用 是啊 他說為何你都要那架呢 為何每一架 人的病態 佔有肉出現了 就是 我們什麼要擁有 我們無論在愛情 或者物資上面 我們全部都很想擁有 但是在一個高等的社會裏面 就是 sharing 有什麼可以自己擁有 阿彌德羅說過 自己一些沒有用的紀念品 可能他自己做的一些勞作功課 有些個人不斷牙膏牙刷 是啊 比特羅有這個引伸到 我難道牙膏牙刷 其他東西我都和你分享 阿米就很正的說 你誘犯了人偏激的 非黑即白的想法 地球人經常用的 你們的錯誤思想 就是意圓性 不是對 就錯了 不是黑就白 你將一件事這麼偏激 令自己想的很辛苦 是 好 我們休息幾分鐘之後 會繼續今天這個題目 好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好了 我們很快回來 繼續今晚我們的講題 就是關於那個 最近 暢銷全球 250萬冊的一系列的書 亞米星星的小孩 亞米宇宙之心 以及亞米愛的文明 我相信大家 為何會這麼多人 有興趣看這一類的資料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地球 真是粒粒聯的 戰爭不斷地出現 我們那個所謂經濟的問題 金融的海嘯 經濟一波一波地出現 無緣無故有SmartBorn 你知道嗎 有什麼 SmartBorn SmartBorn 就是miniBorn 不夠 又製造新的東西出來 就是GM 有很多掛鉤的公司 就是有SmartBorn 不知道你有沒有中招 我好像沒有 我的興趣還沒有去到Born 如果不少聽眾 可能看過世界 時代精神 應該有些方向 知道自己應該怎樣 現在我們看到 很多世界各地的災難 不停的戰爭 暴力 我們剛才都看到 我們都知道 人類的天生的響往 都是自由 智慧和愛 所以最近的六四 這件事 香港人是很堅持的 其實最後最後 所追求 都是一個自由的民主社會 在這本書 他們都說 如果人們缺乏善良 仁慈的心 任何一種社會組織 都沒有辦法長存 當一個文明累積了相當的智慧 才獲得進化的時候 自然而易 就會出現 最完善的社會的組織 發展出這種組織的人 是愛好和平 他們不會傷害別人 除此之外 我都想不到更加好的方法 所以存在在宇宙間的智慧 發展 早就已經鋪好了進化的道路 這不是我們現時的聰明才智所及到的 即是告訴你 要長存的組織 基礎一定是基於和平 仁慈和慈悲心 在這本書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精彩的啟示 或者Joyne可不可以再和我們分享多一點 好 我最記得有幾個部分 其中一個就說少少 阿比多羅上了船 他又會掛念祖母 祖母應該正在睡覺 但是阿米怎樣跟阿比多羅說 他正在睡覺你不用擔心 也好 阿比多羅依然是擔心的 阿米就跟阿比多羅說了一句 擔心其實是有事先的意思 事情發生之前是沒有必要擔心的 你只管去做就可以了 其實他指出我們地球人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在一個擔心前繞著 其實阿米的意思就是 你不用擔心些什麼 到那一刻問題出現 你解決他就可以了 之後又有相同的事情發生 過了一陣子之後 又不是一陣子 我想游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比多羅又來了 就是想看阿媽是怎樣的 阿米有個電視機可以看到阿媽是怎樣的 就是阿米自己做的電視機 有個電視機可以看地球是怎樣的 儘管他已經去了另外一個星球 那阿比多羅就說 不管你怎樣說也好 我還是有點擔心阿媽 不知道他會怎樣 會不會擔心 又或者會不會找我 找他 是的 然後阿米就說 這個我就覺得很喜歡 為了讓你相信 我們還是看一下電視 有些地球人的生活方式 簡直就是自我折磨 這樣說我們經常在自己折磨自己 很棒的 我覺得阿米很喜歡 是的 其實他有帶到地球人有一個 好像生活在一個 噩夢式的催眠 那樣的樣子 那樣子 他呢 所以說到我們地球人的想法 或者生活的模式 都是由憂慮 擔心 這樣而來的 恐懼為主 是的 有些人甚至美化到打仗 是跟光榮有關的 贏了就是有一個光榮的 就是某些歷史以前 叫做聖戰 是的 就是怎樣美化它 將戰爭變成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或者就算死了也好 但是上天堂那裡 是的 有些人認為 總之其他人不參與他的夢境 都是敵人 總之你不適合頻道 就是敵人 另外有些人覺得 擁有新外物 可以令自己更有價值 有些人經常都充滿恐懼 擔心失去健康 失去工作 他們覺得 無論地球或太空中 都是充滿敵人的 所以他們經常都會 全副武裝 很多鎖鏈 保安設施 警犬 防盜索 這些就是 惡夢式的催眠所顯示的 我剛剛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是的 阿米有說過 整個文明 習慣給一些報紙 一些媒體 給一些恐懼的資訊 你看看報紙新聞 我們對一些好的事 可能是很細的 蝙蝠報道 但是我們半個小時的新聞 有25分鐘 我們是報道哪裏死人 哪裏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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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的單向式相信 就有些 好像在Jawang說的 所有的情形發生 夢式催眠 就是我媽媽 可能在臨出門口前 就已經掛著要關窗 怕又踩進來 關煤氣爐的種子 怕可能那個煤氣突然 不知什麼爆炸 怕水仔 怕漏水 是的 外面又怕 不知道有什麼人偷錢包 又怕人家拿電話 扔強水下來 我經常見到我媽媽 我覺得很辛苦 但我很明白她的樣子 所以剛才那句 我很認同 地球人 好像其中我媽媽 其實她們很自我折磨 你看她生活得很 很在一個恐懼之中 嗯 然後比多羅就問她 會不會永遠都不醒來呢 那就會回答她 如果可以在這個惡夢中醒過來 開始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就會體會到 時時刻刻都是其實充滿喜悅的 嗯 因為生活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就要由你覺醒開始 所以就叫人awakened 覺醒的人就會知道生活就是天堂 充滿不尋常的機會 即使生活中都有艱難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是覺醒的話 你會會appreciate 會感恩 又或者知道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機遇你是天天都遇到 嗯 是的 譬如將那些困難 變成一種挑戰 嗯 在挑戰裡面 即覺醒了 拿到一些經驗 其實這些是一得著 其實她有說過 你本身走路 已經是一個感恩的狀態 你懂得走 嗯 是的 還有你看到東西 都是一個感恩的狀態 是的 她有說過 阿比羅羅也有問 為什麼要經歷這些事情呢 譬如說 如果你天生已經會走 你不會感恩 你會走 你會走 但如果你經歷過一次意外 可能是 會 糟糕的 又或者 當你中過風 這樣才算 然後 你再會走 那一下 你就會appreciate 有多好 這個生活 很多例子都是 譬如有些書 可能講過 某些人是曾經盲 或者甚至是百萬千萬富 也好 在她之前 她不會感受到自己的幸福 感受到自己是多麼富有 嗯 但當然突然間 可能她經歷一次的破產 或者一次的大病 她突然間 當她好回來的時候 她感覺到 原來她是很富裕 就算沒有錢也好 她有手有腳 已經是一種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是的 說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都很合情 還有我很喜歡 這本書 她將一些 原本可能一些 靈修的書 或者說人生哲理的書 將它很... 像series的 很認真的 她現在很輕鬆地說出來 很簡單 很小朋友式地說出來 我覺得 只要有十歲八歲 你都可以明解到 她幫你回復那個童心 很重要 我們不記得了自己 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 她記得了之後的問題 那麼 往往都覺得自己年輕了十幾年 是啊 看完會輸 我有這樣的感覺 是的 這裏又有另外一個 我比較記得的 就是講 阿米就講 人其實有兩個心智中心 嗯 一個就是頭腦 其實是我們地球人神的偏重 以為聰明 就是跟智力有關 聰明才智有關 有個好像computer在腦上 另一個心智中心 就是在心靈 在心那裏 那就是跟智慧 愛有關的 那這兩個中心是互相連繫住的 那阿米呢有一部機的 可以測量一些人的進化程度 那看一下你的光度有多光 你記得多少度才會 七八度 是的 有時 很明顯 繁化程度 到七八度 才是 叫做 比較轉化成功一些 是的 沒有那麼多fear 那些書中提及 其中他帶他去一些宇宙地方 那他發現 已經有一些 過去在地球生活的人類 在那邊居住 那當然 比特羅就問 那些人是當時 為何會被 運輸到這個星球呢 那當然他就說 在地球上 在宇宙上 很多不同的星球 曾經是因為 進化出現問題 那是自我毀滅的 但是呢 始終在不同的星球 裡面的人 都有些人 進化的程度是比較高的 嗯 那 阿米外星人 他們 他就會將這些 已經進化到相當程度的人 就將它 所謂打救出來 那就是 如果要超過七八度的人 那就有機會了 那如果你還未到這個水平 你去這個 另外一個星球去生活 其實你會 甲甲不入 他這本書說得 很有趣的 但是 剛才 Cutson也說了 譬如 他的媽媽 一般的香港人 經常接觸到 一般大眾傳媒裡面 所說的那些故事 新聞 全部都是充滿血聲暴力的 那些畫面 甚至乎卡通裡面 那些卡通的題材 都是打打殺殺的 特別要遊戲機 是的 遊戲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 應該 我們所有媒體 媒介 電影 其實我最近幾年前上了一些關於電影製作的 另外我對電影欣賞的層面 真的升高了很多 原來電影背後是有一個訊息的 好的電影是有一個訊息的 但是我知道 通常我們去看電影 都是荷里活那些 大部分都是娛樂性 觀能遷棄等等 沒有真相正正 看不到電影製作的 好的電影 最後一個訊息 那這本書裡也提及了 它說 地球上的電影和電視節目 是應該要幫助人們 健康地成長的 幫助人們 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 但是現在偏偏 就變成 是歪曲人們的心靈上的工具 所以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地球人 為什麼變成這樣 都有原因的 那這本書裡也提到 有關於宗教的方面 大家記不記得你在宗教方面怎麼說 宗教的憂念 是的 在所有的高等的外星裡面 他們沒有一個叫 就是 零零碎碎的一個宗教 但是他們有一個信義 講神 他們也提及到神 是的 但是他們將神 等於什麼呢 這本寫書裡 就是講的愛心 是的 不是我們最近 可能一般人想的 就是一個八一公 很人性化的神 就是你做錯事 我就會懲罰你 你經常來跪拜我 或者去供奉我 我就給一些好的東西 但是在阿米的角度 就是 神是一種 力量愛 是的 一種可能創造的一種力量 就不是一種以人化了 一種實質人態的一種神 他給了一些很好的例子 他說 如果你在遇到一個情況 你的兄弟就快要淹死了 你在岸邊繼續祈禱 或者努力回答救他們 你認為哪種做法 你比較有愛心 有些人認為 我經常為他祈禱 當然我們要有不同的形式 他再給一個例子 如果你有兩個兒子 一個就快要淹死了 另外一個 就是 只是對著你那個少像 在頂禮 膜拜 而不去打救他的兄弟 你認為這種態度 對不對 當然 我們都認為是不對的 所以 我也看過很多資料 對現在所謂的宗教的神 一種批評 我們覺得現在的神 我所認識的好像很虛榮 他要別人崇拜他 既然自己這麼偉大 這麼高力量的神 其實 是否需要人類去崇拜他呢 那麼不乖神事 是教會的事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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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和神是兩種東西 很開頭都是 宗教這件事 是後來歷史給一些人的 刪改或者權力的機構 他們想擁有權力的時候 將那種神的教義 成為對他們的利益 而可以拿去利用 真正正正的神 是一個不會有信仰的 而是肯為兄弟朋友效力的人 就不是要做一個信仰虔誠 而是一個心腸懶弱冰箱 對世人毫無幫助的家夥 這不是神的意思 誰能夠體會到愛 就能夠體會到神的存在 才知道神是真正正的神 就是這樣 我也很喜歡這段 因為我覺得他專注在行動上 即是在行為方面 即是在行為方面 即是你講到你口講無憑 即是說自己愛愛愛都沒有用 你沒有行動的話 我覺得 即是不是活在他的信念之中 即是你有愛 但如果你躲在深山野靈 即是自我靈修 但你對這個世界的一些 即是不入世的話 不公平的事情 你又不去action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世界更加美好的話 那就是好像裡面的一些例子 就是我只是單方面地 將我的心有愛 但我沒有action去幫助一些不同的人 即是他這段事情 其實真的非常好的 他解釋了很多 即是一般人都會思考一下的地方 宇宙的基本法則 首先Joanna提及 其實他不是講信仰 即是當一個社會 在一個科技或者心靈的層次上 進化到相當的程度的時候 才會被驗證到的原則 即是說 神其實不是講信仰 而是講愛 這個愛 就不是一個形式上的愛 是真真正正的 是可以為你周遭的人 為地球 是真的做一些事情 是提升地球的靈性 那這個真是神的最終意思 基礎是愛那方面 而愛 講回剛才那兩個心智中心 是要融合在一起才行 他有講到 感情必須得到聰明才智的啟發 才可以轉化成真正的大愛 而聰明才智必須注入感情 才能轉化成大智慧 即是兩樣東西 你要融合在一起 才可以感受到 那個 他說的宇宙法則 那個愛 那樣東西 非常之認同 即是每一面都沒有了 可能我盲目地給一些愛你 其實反而是害了你的 他有講過這個是 就是蠢善良的傻瓜 如果你只有感情那方面 如果你只有聰明才智 那方面沒有感情那些 就是邪惡的聰明人 嗯 這部分我都去形容得非常之好 很喜歡這個 即是我們其實是要很平衡的 我們整個社會就現在很阻擋 嗯 就是頭腦那方面 很理性 就以為這樣就是好 是的 我們當每一份工作 每一些職位 我們當那些職位 是一種機械式的東西 就是我們沒有投入感情下去 沒有以人為本 sorry 他有講到 就是我們可能 只是看到金錢和物質的誘惑 看不到金錢帶來的折磨和束縛 因為他們 這些人其實看不到兩個中心之間的平衡 即他們不平衡的狀態 就是不知道平衡有多重要 剛才說過那部機 阿米那部機 測你的進化程度 其實看下你兩個中心 那個和諧 或者平衡的狀態 就等於你的進化程度 是的 例如有一幕 他們在一個森林 現身一個坦船 被一個獵人 那個獵人 立刻一舉槍 就已經是射子彈過去 但是那個人 在阿米那部機檢查 他的兩個心治中心裡面 都比較平衡 可能我們看 就覺得這個獵人 這麼攻擊性 一定是很低的 但原來阿米一檢查之後 就說他比起阿米 不是低很多 低少少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原因 就是說 是那兩樣東西 怎樣平衡 就不是在於 是不是真的 可能另外一邊很高 這樣去定 兩樣東西是平衡 成為這個倒數 嗯 是 是 我剛才李永康都提及了 其實人類的 講愛 個人都懂得講 所以宗教 其實很多的 不同的靈性的團體 都是口罩 經常講愛愛愛的 但我經常都會問 為什麼 講愛的人都懂得講 但做是這麼少人做得到 很辛苦的 很辛苦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是濕痕了 可能有些就是 就是 港外沒有去 是啦 你肚皮餓的時候 你有食物在你面前 是 資源方面 只是你吃了之後 人家沒得吃 或者人家沒得吃 很明顯 人類的 很多這些 所謂我們 常常認為自私自利的行為 其實背後背後 有一種講法 這是不是人性呢 不是 這是基因裏面 這是基因 已經是 其實是因為系統的問題 沒錯 他也有講過 我們地球人很喜歡 我們的制度是競爭的 因為 是 他有一幕說到 在另外一個星球裡 有一個 dancing 即是跳舞的比賽 比德羅也問 咦他們 比賽 那誰會獲獎 沒有的 沒有這個 沒有贏的 沒有這個 大家是 比德羅說 那在這個比賽做什麼 這樣 或者跳舞 然後 阿米就說 其實他是想表現自己 或者表達自己 開心也好 想給別人看也好 那 其實 比德羅有問過 那競爭不好嗎 阿米就說 其實競爭應該是 以超越自我為目標 就不是去壓倒別人 但是 在這個地球的system 通常就是 以壓倒別人為主 由小到大 你的educational system 即是你的教育制度 都是 你要高分過別人 不只是高分過自己 之前 那一次測驗考試 之類 但是 其實我們condition到 一條件式 反射已經是 習慣了有這個 不同人share 跟別人爭 你有我就沒有 要去搶 這樣的方法 去生活 我們經常有一個心態就是 你一贏了 我就是輸家 就沒有了 我一定要是第一個 我是贏了 我們才覺得自己是擁有的 只要是第二 我都覺得 我是輸給上高人 我們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已經比很多 很多人好 這些是我們 整個教育 以致體系 養成了一個習慣 嗯 有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 一個百學生考試 由一 由考第一 考到第一百 無論你考什麼都好 由考第一 再考第一百 有個名字出來 其實 你想想 考第一和考第一百 是毫無分別的 因為 你有一個第一 也有一個一百 你考第一 就不會考第一百 你考到第一百 你考到第一百 你就不會考第一 嗯 嗯 嗯 還有一個選美會 有講到 跳舞 跳舞 第一集是跳舞 他們是做什麼呢 他們就是表現出自己最美的一刻 只是表現 不需要競爭 是的 他在阿米之後也有講過 那麼 嗯 在所有進步發達的星球 最終都會結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相親在愛的大家庭 那些人就不會 有些殘暴 不有愛 不公正 沒有人性的東西出現 這些競爭行為 就不會有的了 因為 在他們來講 就是發達的星球 就是比較進化的星球 是沒有必要跟任何人競爭的 就好像 沒有人想要打敗自己的兄弟一樣 大家唯一的希望 就是大家一天給一天好 可以健康的 優質的生活的 那麼 這裡呢 他開始提到service 可以服務大家了 就是 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到 沒有競爭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他們心中有個大愛 所以 對他們來講 能夠為別人服務 幫助別人 協助別人解決問題 已經是最大的幸福了 沒有需要搞什麼競爭 鬥 所以 每一個人的內心 可能是七百度 或者是異常 那個 內心都很平和 很喜歡神 神對他來說是愛心 所以 就會很幸福地生活 所以 如果所有事情都跟宇宙法則來講 來做的話 來行動的話 基本上 你都可以感受到 內心的平安 或者是和平 這樣 好了 其實我們曾經所說 差不多綜合了 《阿米星星的小閒》 這一本書 裡面所說的 啟示 可以這麼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 這本書其實已經有中文翻譯了 反而 我好像說 英文的《日本》 好像都不太過 因為 原作者 是一位委內瑞拉的人 很可能是用西班牙文才寫的 而這本書的翻譯 都是一位在北京大學西班牙系的 語文學教授翻譯出來的 大家有興趣 想再深入了解 可以去市面買這本書來看的 起碼全球有幾百萬人看過的 我們就不要倒閉了 好的 好 那時間關係 我們下個星期再和大家 然後在電台上再討論 好 多謝阿俠 多謝阿Joanne和Carson OK